大家好,像夏季茶花长出了非常多的花苞 那么很多花也就会准备在夏季茶花长花苞的时候 入手茶花回家摘种 那么在夏季买回来的茶花 如果你没有做好这几步 那么它后期呢很容易出现叶片发黑 不断掉落甚至是整株植株枯萎的现象 那么买回来的茶花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养 才能让它能够很快的存活呢 首先茶花买回来我们不要动它 先把它放在一个阴凉通风的地方 这是非常关键的 我们要先让它缓描一段时间 第二步呢就是给它喷洒这个保护型的杀菌药 带生猛心 为什么要喷这个带生猛心呢 因为茶花刚美回来 本身因为环境的改变 再加上了长途的运输 这个时候植株抗性大大的下降 很容易导致病菌的入侵 所以要给它用上这个保护型的杀菌剂 带生猛心 它不仅可以杀菌 还可以在植株表面形成一个保护膜 避免这个病菌的入侵 一般我们稀释1000倍 然后给它进行整株页面喷湿 盆土表面还盆壁了也要喷少到 然后呢就是这段期间的养护管理 这时候啊 盆土干透了再给它浇水 而且不需要浇太多 少量浇水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一般买回来的茶花呀 它的这个所用的土 都是一些黄泥 相对透气性比较差的土 所以浇水一定要少 在这期间一定不要用肥 而且也不要随意搬动 像这样至少还苗 半个月以上 我们才能够考虑给它换盆 但是因为现在夏季高温 不建议大家直接洗根 我们可以把它的一部分 原土去除掉 然后用一些疏松透气的土壤摘种 用的盆的透气性 也一定要非常的好 如果想要洗根 最好就是等到适合换盆的季节 我们再来给它洗根 重新摘种 这样把这几步给做好了 你的茶花买回来之后呢 才更容易成活 后期才能够恢复一个正常的长势 好了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